之前有人在嘲笑 就是我說我和舔牛四六開的事情 其實 其實你要知道 說和舔牛四六開的事情 其實我個人感覺已經不對了 因為其實上場都是想贏的 我不管對方是誰 我都覺得這個是一個公平的戰鬥 都是五五開 你上場你就是會贏的 我是大東 今年26歲 來自上海 然後原來是練田徑的 成績還可以吧 就我練的時候上海市的冠軍都說 其實我也拿過全球冠軍 然後也拿過全球前三 在那時候就青少年的 一屆田徑的比賽 沒有人知道沒有關注 就覺得 練得好了吧 也沒什麼的練得不好 今天被教練罵 然後家裡人也不知道 他們也不看 他們也不關注 我有時候 比如說得了個什麼冠軍 我回來跟他們說 沒人問 還沒這件事情 就覺得挺沒有意思 後來有一次就去了洛克公園 就在那裡打球 結果我根本打不來籃球 我根本不會打球 但我會扣籃 因為練田徑的身體很好 我可以扣籃 然後別人就覺得特別厲害 就感覺 原來一項運動是可以被人肯定 然後還很好玩 然後就自己還是喜歡 就後來想還是 我們試試看打球吧 對 之前的打球 就是 一打三 一打五的樣子 真的真的 平台現在這個天賦 身體素質 對 野球想像 可以碾壓一切吧 那我自己呢也是比較想 就是想衝擊一下職業 因為覺得CBA是一個很好的聯賽 平台 然後後來自己也去了很多球隊去視訊 然後最後廣州的有一個青年的梯隊 就要我了 然後我就自己坐火車去了 其實我在火車那時候特別難過 就是哪要我去哪 其實很多對 就是我到那裡 第一個跟我說的就是 條件還不錯 就是年齡大了 我那時候不太理解 我那時候才18歲 但是我說年齡太大了 反正廣州那裡好像 對這個好像不是很在意 然後覺得我好像還是 可以培養一下 然後就去 我剛到那裡特別不適應 有一段時間水水不浮 就是出那種爆汗 我那時候我媽讓人來看過一次 我媽那時候已經得病了 然後去請假去看她 她說對你不讓她請假 她說幹嘛請假 我說我媽生病 她說你媽什麼病 我說我媽 我媽得癌 我必須得去看她 然後就請了一個禮拜假去看她 然後那時候 說她也沒錢啊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去照顧她 她過來她還想照顧我 然後就 也挺想跟她在一起的 待在一起的 但是好像挺尷尬的 但我媽待在一起的時間還蠻開心的 就真的蠻開心的 因為和我媽在一起的記憶也不算很多 你讓我現在去回想的話也沒 也沒多少東西了 可能等我再大一點的話就 能記住的東西就更少了 就和她的照片也不多 就完了那段時間就挺迷茫 因為我跟她媽性格不合 性格不合後來就是說 沒辦法 沒辦法就是說只有離婚了 後來就是說因為我後來再婚了 後來就是她跟她奶奶生活 其實我每次看到我爸的時候 我都挺開心的 我真的我從來不會顧我爸 特別是我媽去世以後 我覺得那我就只有爸了 不管她對我好還是對我不好 在我身邊還不在我身邊 那我只剩一個爸 一年可能和我兒子在一起的時間 可能加在一起不會有一個月 我兒子經歷了很多 他們也和我說 包括她就是很努力地在外面 就是訓練啊 參加一些自己喜歡的一些事情嘛 也很痛苦那個時候 她呢也沒和我直接說 包括她就是說到籃球 到廣東啊到武漢啊到很多地方去訓練嘛 她碰到了很多挫折 回來以後呢 有一段時間是很郁悶 很郁悶 所以我內心很不好受 就是說我對她虧欠了很多很多 沒有就是說在她身邊 補持她幫助她 照顧她 所以說我現在想對那個大東說 我父親以前做的不是很好 父親以前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會彌補 就是自身那個盡自己的權力彌補嘛 我希望她以後是會越來越好 參加這就是灌籃的 這不是一個結束 這是 這只是我一個新的起點 未來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會繼續自己的堅持 堅持做我自己對的事情 我希望自己做的夢 還有自己以前推出的牛 說出大話 可能自己去完成 四位老師好 我是彥旭來自遼寧 今年24 目前正在打NBR聯賽 以前的隊友 你們認識啊 對 你們不能有私人感情 鬧著玩鬧著玩的 少在那時候的隊友 是打作業的人 在這家 對 張寧 來個吧 來個 好 好 好 三秒 兩秒 一秒 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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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皮皮啊 啊 不生病就給你放下來了 一會兒 一會兒出去 買個菜 做個飯 後面先把米泡好 這樣回來就直接做了 同時的是 我在16年 在四川節約以後 經過我朋友介紹 就認識他了 讓大家覺得小朋友不錯 那下涼 也沒想到 能吃這麼多時間 他做完特別有講究 買了一把刀 花了600多還是500多 一個切菜的刀 說只有這種刀才能配得上我做的肉 對 就是我覺得吧 做菜一定要有一把好刀 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切肉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他那時候心理症狀態應該是 不是特別的順利吧 他那時候剛從四川隊回來 準備要鋪鋪大學生活 可能會感覺 怎麼說 迷茫 對 迷茫 然後正好就遇到了我